科研的话,香港其实是有的,也有投放很多资源去做这件事 但它本身可能比同学的感觉比较遥远 或者可能那个企业没有水量中那么清晰 因为很多时候它未必是会放出去媒体 或者你不会看到很多人去分享科研的成果 大家会用的 但可能大家不知道原来这些东西是本地生产的 可能只是本地科研的生产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再看航天的科研 你看看香港一个国际城市 但是它是弹圆之地,它不会射火箭 那么航天就更加遥远的事情 这种感觉好像不太关自己的事 我射火箭应该是大国 我们现在是中国,以前是欧美 可能是俄罗斯 就是很远很远的地方 有资源去开辟一个地方 成功发射场 然后砌火箭才可以写上去 如果你在香港搞航天 用在哪里好呢 应该如何发展呢 其实很多人会带这个移民 我相信 参与了下去,你会发现 没有想象中那么远 不是说我今天这一刻 就已经有很多航天 而可能它已经有十几年 或者二十几年 或者有些更加长时间的 一些继续合作 例如我那个专业那边 我自己的参与部分 我会觉得 其实有很多那些技术和理论是通的 你用在航天的东西 其实有很多东西 你可以用在甚至在城市里面 现在很多人说智慧城市 很多人说气候变化 其实里面有很多你需要用到的技术和理论 可以在航天那边借镜 相对地 在航天那边也有很多技术理论 可以在我们现在来看气候变化 看地球环境借镜 我们对国家任务 航天任务参与多了之后 包括上岸的任务 包括火星的天文任务 参与多了之后 会有一些地球学生 例如 他们会想来找我们的团队 看看可不可以 一起来做一些 简单他们的学科 一些项目 就是说 如果他想想一个办法 去在月球砌一个基地 想去选址 他应该选择什么 他多了这些问题去想 亦都多了去尝试想去交流 然后去 在这方面有更加多的认识 和一些更加多的精进 如果你是在早几年 或者再早一点时间 你跟他说你搞月球 他说 我是有兴趣科 如果你现在这段时间 跟他说搞月球 他说 哇,很厉害的东西 国家东西 你看得出他们 对国家的认可 对国家的航天的成就 和对做这个领域的人 他那个认可 其实是慢慢地 潜似白化 在宣扬出去 在滲透出去 已经是越来越年轻化 他们看得出 这是一个有前途的 有前景的一个领域 亦都是一个 引用他们来说 一个好型的一件事情 而这件事在我角度看 就挺鼓舞的